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Hustle Xenolive官方中文站 我是本站的中文介绍员BOSS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月17日的这场2550 Anti-Game的激进 Botten位置这下 Mac X是拿到了口袋对勾 口袋对勾3bet到了2600 而这个时候的0.0是口袋对A 翻前墙牌跟墙牌之间的对话与碰撞啊 总是让人非常的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bet是来到了6600 那其他人自然也就一一的离开了 而Mac X也知道啊 目前零零所展现出来的强势姿态 后手呢剩下 一万六不到一些 那么自己如果愿意全身而尽的话 5bet all in也不奇怪 白安太知道自己的勾勾很有可能不具备优势 遇到比自己大的口袋对象 AAKK全圈呢 将会被压制 遇到AK啊 也只不过是泡硬币 所以 Mac X还是表示好汉不吃饮仙亏 进行跟注看看翻牌圈再说 有的时候搞不好中个set什么的也就一切好说 那么现在的情况对于勾勾来说是相对最棘手的 没有中set的情况之下呢 也没有看到帽子 从翻前的流程到现在呢 似乎好像 如果说遇到比自己更大的口袋对呢 翻牌圈这三张并不改变什么事 零零这枪四千打下来 Mac X也知道如果自己做跟注 那么底持来到两万两千多 零零的后手 SPR也就是在零点五左右 将会形成一个逐步套持 跟下来之后转牌是一张黑套石 零零手里面呢是有黑套A 转牌的这个下 OK Mac X在这里 想要赢一下 只能最后去中set 才可以力挽狂澜 这个难度是太大了 第二遍呢 零零中了个set 当然了对于零零来说 只要不出Mac X的out 自己手下就没问题 那么两遍都是零零的AA 赢下底持 Mac X子弹数量刚才剩下一千多 是要补马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手牌 大家平时有喜欢看中文解说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也是辛苦大家帮忙点赞和订阅 感谢大家的支持 2563张红套 这样的 这个翻牌圈啊 Jetbooks是直接的添花 而Dr.H呢 是一个顺子的牌型 这个牌打完的几率是非常高啊 因为本身 Dr.H的天顺 匹配到他就这点马量来说呢 也是愿意 愿意去剥夺 甚至说 我知道有可能有一定的风险 万一撞到比自己天顺还大的牌 但是长期在面对各种范围上呢 我当前这个马量 当前的牌力呢 配得上我 这样的一个行动 如果两个人都是生马的话 孙子显然在这种时候 还会更加的深思熟虑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牌圈的三张 是AK4两张方片 那么78勾圈 A圈90 两家过牌之后 A圈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顶对而言 比克就下注了1700 而勾圈目前是一个卡10的状态 一打一根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转牌的出牌 是一张方片吧 这样呢 从公共牌面的角度 就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视角 有三张方片 而此时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知道 这两个人都有大方片 在手里 一个方片勾 一个方片圈啊 最后再来这张方片 就之后呢 形成到一家圈花 一家勾花 目前的底池5000多 我们看看MACX这一枪的尺度是多少 一千二 比克就当然是要raise的 他当然也在考虑raise的尺度 这种时候对于MACX来说 虽然知道自己只会输一手 对方有方片圈的情况 但是确实来说 一个排面的话 单张成花 你自己已经打出来的对手要做raise 信任度是很高的 第二个就是说在对手的这个形象上面 对手也是一个挺正常的 至少在这种合牌 有人打了还要raise的流程上很正常的一个人 所以MACX其实跟的时候也知道大概率是不太妙 但毕竟对手加注要的也没有太多 所以作为second nuts MACX还是愿意跟进去看一看 有的时候就是两张成花的面 跟这种单张成花的面真有点不一样 单张成花的面 如果合牌你打了一枪之后 对手还能够raise的话 他的信任度是 真的有时候让你会觉得很尴尬 觉得说好像真的遇到比我大的了 一瞬间就会有那个反应 两张成花的话 你会想对手比我小的话 有可能再raise我是不是 圈圈3Bet过后 Francisco是杂色的AK做了4Bet 这个时候的MACX是口袋对K 对于他来说 已经面对到Francisco4Bet到9000 然后MACX自己的话是2万不到一些 如果推出5Bet all in 如果推出5Bet all in是非常的正常 这种情况似乎不那么的妙 然后我们把他们砍掉 对不起 我需要10秒 好 准备一下 是自然的 是责任 我 准备一位 是这准备一位 是准备一位 即使是 非常的冷静 非常理智 圈圈不要了 那么Francisco的AK当然不想走的 所以AK跟KK之间形成到这次的这一股对抗 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两次就会两次就会两次 是可以吗 两次 来 我们来看看AK跟KK之间的跑马 当然了 在胜率方面 KK是能够去主导一下AK 或者说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主导 那双方也是在这里协商了一下发牌次数 圈三六 这时候镜头给到了丢掉圈圈的一方 但是他的丢牌在当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以纯粹的短期结果论去衡量一个人 在长期行动抉择上的对错 来发两遍啊 好的呢 KK两边都是一下的成功在Francisco身上咬了一口翻倍 来 目前 button位置00是同色的K9加注到500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单挑地址啊 十圈八两张方片 VL的小两队 其实这种面的小两队非常的悬 太清楚后续有太多的牌子也不喜欢 包括被烟掉也好 包括出单张成顺 包括再出方片 其实各种尴尬都有可能存在 尽管你出了方片巴士手里自己有上方片吧 但有的时候起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的大 那也是直接在翻牌圈做了一个Riz 跑 好 这里就一个字 跑 VL的巴士在这个面继续做了2000的下注 林林觉得在这种面上自己还是有必要做一下Riz 直接加注到了7000之后 VL也感受到了压力啊 这种情况巴士已经知道自己完全是不妙的状态 比如说他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个底池 拿出5000来进行补齐跟住 那自己的后手还有7000多 然后这个底池就已经是让自己套了 所以他干脆选择了Olya 林林是一个秒call 这个牌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是一个19开的试太 没有 并没有出8或者出10 这样的话林林也是通过这一手牌去 把威尔的子弹给抬走了 R7把两张方片 威尔的抄队口袋对手 但现在我们更值得注意的 包括像DOCTCH有童话的听牌 然后呢其他人也有抽顺 包括MACX包括Francisco 真要是出张9 然后出一张干净一点的9 那就会有67890跟78910 GO的对撞 结果出的是一张6 结果出的是一张6 那这样的话对于5要来说 他自己相当于是抄队卡顺 那我们再来假设一下这个时候核牌出一张干净的9 那就会有两家67890 对吧 然后MACXX是78910 GO Francisco也是有一定位置的情况之下 面对大家的锅牌进行的下主 这个时候石锅已经走了 MACXXX十字幕 我的屎屎选择了一个跟住 这样三个人来看 最后的盒牌 哎哟 当然这张9呢 是一张方片9 就花色上面 还是会让人多少有点敏感度 最终Dr.H是抽到了K花 来11600的底车里面 打了6000 这两家有10的人 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尴尬 因为 多人底车当中 要是有人是在抽花 很正常 然后最后这张又是方片 会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敏锐敏感 真的是有可能的 我要在这个时候选择跟住的话 Francisco可以考虑走 Francisco finds the good fold Flush for Dr.H 10 no bueno 好的 那么Dr.H也是在最终抽花成功之后呢 也打了一下盒牌的价值 来我们看到枪口位置 Wheel是加注到300 这边Nic 哎呦 这一次是杂色29这个赃牌 A沟河29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牌圈的三张 勾勾勾9 目前A勾是顶踢脚的明三条 9纯粹在这个面上中一个9其实真的不足挂齿 但是在单挑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可能还不错 这个不足挂齿代引号就第一视角上会觉得真的还可以啊 毕竟是单挑底子 但是在我们客观视角上光这样的一个9要面对到一个顶踢脚的明三条 那显然是啊 现在是阳路虎口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玩脏牌 就如果说Nic这个29杂色在翻前没有突如其来的想法 那Wheel的这首A勾啊 很可能是赚不到什么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要有牌 也需要去碰到其他人有牌 跟他来进行相互辉应 才能够产生一些价值 而Nic这把是用自己的杂色 而就强行跟对手产生了呼应 48 A4 狗把 互相都有点缠绵和互彩 我们来看一下翻牌圈的三张是690 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 贝克冲的A4杂色 配不出什么东西 但是狗把这边 卢大克里斯是有两头顺的概念 48呢 卡顺后花 其实概念也没有那么强 来我们看一下转牌的出牌 是一张方便圈啊 这样狗把已经到了自己的身子 关键就是这张圈是方便的 让Doktech也会有可能有后续的念想 就是你打下来 我再买一买 卢大克里斯这里 打是肯定要打的 而且这里不太适合倾注啊 就到了转牌的这里 这样的这个面子 以作为顺子而言 应该是要中处队 接近于满持了 原本底持是4400多 打4200接近于满持 以Doktech对于抽牌有时候有点不抛弃 不放弃的原则呢 这把牌他还是有可能继续拿了 还是保持着一直追牌的风格 不过最后没有追到的话 像纯粹这样的这种空气牌型 卢大克里斯在合牌时 没有办法去再拿到更多价值了 这个牌卢大克里斯当然合牌 完全是要下注的 只不过Doktech呢是无力回应 好的 起牌结束 好的 起牌结束 好的 起牌结束